回家的消息 带您来看的是成衣代工设计厂 居然也可以赚赢电子股了 台湾成衣代工厂天王巨洋 今年上半年 它EPS是高达4.8块钱 甚至是拼过台积电 包括像是我们可能大家 比较熟悉的美国品牌GAP 另外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牌子 都指定他们代工 不过您知道 他们背后设计团队 可是一群六七年级生 一年创造155亿元的 营收的代工王国 不论是美国的殖民品牌ANF 还是Jennifer Lopez的设计服饰 其实它背后的设计团队 就在台湾 而且在这三分后面 尤其要加一些 Print上面的这些 印花等等的变化 客人会比较习惯 还会沿逆新一季的设计走向 再用电脑画出设计图 第一版型上色 最后的步骤就是挑选布料 敏感还蛮重 就是穿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现在运动很多 它是想做一点点刷毛 平均20分钟就设计出T恤图样 这群迟毛的年轻设计师 都是六七年级生 在他们的巧手下 让公司稳坐台湾成衣代工的 天王宝座 无论是美国品牌ANF 还是欧洲的H&M GARA都指定他们代工 让巨洋营运高成长 今年上半年的EPS 更高达4.8 甚至拼过台积电 我们做的是百货公司 他可能我们就有跟他们Work的30这个品牌 那我们最主要的有像GAP集团 O Navy 还有像JCPenney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ANF 25人团队从设计 采购布料到行销 他们一手包办 员工各个卧虎藏龙 其实我们的设计师本来就蛮年轻的 因为我觉得设计这个东西 其实年轻的Generation 他们有他们的idea 所以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有辅大 我们有实践的学生 那在国外呢 我们不法有FIT 还有这个Parsons 在美国的部分 像是前三年次的Thomas 顶着英国硕士学历 一毕业就当上设计师 这样这种图案 大概十几分钟就OK 那如果说有需要 上面它可能有框边 或者是说它有一些 刺绣的方式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要找图案 然后套上去 就是做一个异项 主打新一代年轻势力 青年级生 做出八年级热爱的服饰 为巨洋带来 一元营收 打造绑枝王国 东西台北报道